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世界杯等栏目的主持人 是当年中央电视台最优秀的主持人之一 但是和萨奔宁不同的是 他并没有一直保持在巅峰 反而在巅峰时期朗当助遇 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央视主持人 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呢 今天花姐就带大家回顾沈冰的经历 看看他如何一步步坠入深渊 沈冰出生于高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工程师 母亲是一名会计 从小受父母的熏陶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在上学时期就获得无数比赛的奖状 高二时参加这大自主招生 并在毕业后成功被保送入浙江大学 仅四个月后 他就又被保送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 毕业后沈冰就加入了新加坡电视台 成为联合早报的主持人 不过他并没有选择留在新加坡 而是在不久之后回到祖国 回国后他就参加了主持人大赛 和萨贝宁同台竞技 并获得亚军 2001年沈冰如愿加入央视 沈冰的主持风格自然温柔 又带有一定的坚韧 很快受到众人喜欢 2002年主持你好世界杯后 进一步得到观众的认同 并被称作央视冰美人 然而就在巅峰时期 他却从荧幕中消失 2004年沈冰从经济半小时 转入新闻会客厅栏目 虽然身处不同位置 但是沈冰完成的依旧出色 不过不久后他再次离开 此后却再也没有主持节目 因为他怀孕了 对于任何职场女性来说 在事业巅峰时期怀孕 都不是一件好事 孩子还是事业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最终他决定放弃自己的事业 选择生下孩子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的老公蔡建国 沈冰和蔡建国相识于 成都地产界举办的 地产之夜颁奖委会 在晚会上沈冰因为劳累 下台之后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想一边休息一边看看节目 没想到这个座位是为嘉宾准备的 而这个嘉宾就是蔡建国 蔡建国并没有怪罪 反而是在旁边站了一会儿 直到沈冰发现旁边有人 他才意识到自己站了别人的座位 赶紧站起来道歉 两人在活动绝世后的答谢宴上 两人再次见面 沈冰再一次表达感谢和歉意 蔡建国自然而然地和他攀谈了起来 相谈甚欢 蔡建国对这个身材高挑 气质超绝的美丽主持人极有好感 回到北京后不久 蔡建国就对沈冰展开追求 并在2002年之后向其表白 因为蔡建国上任的身份 刚开始沈冰还有些犹豫 但是最终沈冰还是被他的诚意感动 并答应与他恋爱 2003年 蔡建国向沈冰求婚 两人就这样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 进入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两人相敬如宾 沈冰爱情事业双方收拾 迎来自己的孩子 这对他来说是上天带给他的礼物 沈冰就这样渐渐淡出人们的事业 而这也成为沈冰人生的转折点 再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 已经是2007年 沈冰以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政府决策顾问的身份 访问新加坡 并在媒体采访时 称自己将重返萤幕 当大家以为他要回到央视时 却没想到他已经转换角色 2012年 他以中央政法委影视中心副主任的身份 再次出现在媒体面前 他开挂的人生 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很难想象 他的升迁速度如此之快 2014年是他命运发生改变的一年 有钱有事业 有美貌有幸福家庭的他 突然被捕入狱 原因是与一起高官贪污案有关 这个消息让人难以置信 沈冰的朋友们也都不愿意相信 毕竟沈冰如今的生活稳定 而且事业也非常成功 在朋友的眼中 他也不是一个贪财好权的人 很难想象他会与贪污案联系在一起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 众人只能相信这个事实 在沈冰面前已经有一条康庄大道 为何他会选择冒险走上歪路呢 外界对此有过很多猜测 有一些所谓的知情人爆料 称沈冰是因为丈夫的房地产生意 才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 为丈夫的事业所铺垫 不过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到如今也不为外人所知 沈冰在入狱之后 蔡建国并没有抛弃他 而是花重金将他保释出来 此后他就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人们在媒体面前最后见到的他 已经不再如从前那样自信 43岁的他在镜头下 眼中净是沧桑和落寞 在花姐看来 沈冰之所以会落到如今的地步 或许与其一路太过顺风顺水有关 出生良好一路以优异的成绩 成功做到大多数人一辈子无法做到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过挫折 别人费尽心力都不一定做到的事 他轻而易举的就能做到 他或许不迷恋财富 但是曾经在荧幕前魅力四射 侃侃而谈的他 却并不甘心默默无稳的在家 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相信任何女强人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 放弃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 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心情 但是对沈冰来说 只要按部就班 就会比平常人更容易做成自己想做的事 然而一生太过顺遂的他 却不愿意等待 最终不可避免的走上邪路 沈冰的沦陷不仅有自己的原因 也有环境的原因 不过最终他还是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如今虽然出狱了 但是却不能再和以前一样出现在大众面前 不得不说 这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大众来说 都是一个遗憾 想当年和他一起参加比赛的人 一个个都已经成为央视的中流砥柱 而萨贝尼更是成为央视的台柱子 身为亚军的沈冰却沦为阶下球 不知道看到这样的处境 他有没有一丝后悔呢